我媳妇是非常好的 她帮助我太多了 帮我拍视频 她本来要去北京报社工作的 但是她没有去陪我出来创业 住个小破房子 那个房子是什么房子 你在里面住一晚上 那个墙上面的那个白色的灰 全部都会掉下来 掉你一脸 你早上起来 你一摸脸上全都是灰 就是这种情况 就这样 我媳妇还陪我住了五个月 我媳妇真的很不容易 都说小杨嫂旺夫 成就了小杨哥 小杨哥讲述辛酸经历 就是我当年生出来的时候啊 我们家境又不是那么 又不会查避操 又不会查得查得来 他们以为就一个来 把我哥生出来的时候 就不玩我了 结果发现肚子里还有一个 我生出来的时候 我就快死了 真的 我妈说的 我生出来 我脸都发青 她不哭了 小孩子不哭 不才没气了吗 那医生给我 他屁股一巴掌 把我死都打出来了 然后我就哭了 没事了 当时在肚子里面 别的年都发青 想个从命大 兄弟们我跟你说 我命是多大 我现在要骗你 我都不得好死 我爸在上海 就是搞了个小诊所 有人过来拿药 我跟我哥 我们俩去玩嘛 对吧 心脏密药 那个医生 那个病人过来拿的时候 拿药的时候 药没拿 跟我爸聊天 聊天药 走人走了 然后我爸也出去了 我俩就把那个药 当成了糖 吃 我哥吃了两粒 我把医生喝都吃了 我哥对我好呀 然后弟弟给你吃 你吃 就给我吃 他不吃 都牛肉我吃 我全吃了 他吃 我吃了一二十粒 他吃了几粒 然后你回来 我爸就看我们两个 在床上躺在睡觉 不乐 然后就看你两个孩子 在床上睡 就把我们俩抱了 抱起来 然后抱在盖盖上睡 然后我妈也下班回来了 我都两个孩子 还在睡 吃饭也不强 今天怎么这么乖 我一看 看我俩发痴 发痴 会有点发痴 发红发痴 赶紧把我哥叫醒 说 我爸把我哥叫醒 我可以有迷迷糊涂上醒 说 你讲怎么了 你弟弟吃怎么了 我爸第一 因为我爸是医生 可以看准备 那我弟弟说 我哥一指 指这个床肚底下 有一个药瓶子 指这个瓶子 我爸一看 阿爹妈 我妈当场在地上坐着 都站不起来了 都站不起来了 我爸知道那个药 是什么药 精神病的药 心脏命药 过于没一会儿 对不对 把他们俩送医院 又没车 又没自行车 我爸就背着我 看看有没有车 能帮我送一下 就能赶紧往医院去 然后呢 去医院之后 那个医生 把我什么翻为 看看 那时候我已经口堵白沫 口堵白沫 已经没意思了 跟你死了 那个医生说 看看 看到那个药 看完之后说 过来整整一下 叫我爸签名 签什么名 就是救不活 不怪医院 就是我哥还可以 得救活 我不一定得救活了 吃了比较多 我可能就得撤遍了 然后呢 救了三天 我抢救了三天三夜 又是洗胃 又什么这个 抢救了三天三夜 写了 写了地 一眼就是哥哥 我哥是 起个小时吧 就起了 我是抢救了三天三夜 地马 差点死 小杨哥要接广告 你们支持吗 东风 汽车 走啥了 走啥了 代言 代言一个他们的汽车 东风汽车 代言他们一款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风 也不是很贵 是吧 汽车也不是很贵吧 又是国产 是央企吧 东风汽车 啊 又是国产 嗯 是吧 又是大牌子 又是我们东国 所以他找我呢 我感觉我还能找到 我是特别荣幸 是吧 哎呀 找我们代言 我感觉不敢相信 我当时不敢揭示 你评论什么呢 我怕你 我说你接我代言 回头你把我头像 搞在那个车上 不是车啊 代言 拍上面 代言是响哥 别人说 哎呀 这俩傻子还能代言 哈哈哈 我说我别别给你汽车给摸黑了 搞黄了 他说响哥没事 然后你这种他跟我聊 他们都觉得你挺不错的 哎 说你挺好玩的 咱们也不是说什么是接待言 也不是说非要其用 什么很多大的流量 多大的明星 主要是这个人 好不好玩 接地戒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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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出来个广告吗 就那种 就出来个大马车 然后马车把车车把马车撞了 那个是什么广告 大运大运汽车 什么什么轮胎 那主要是国产 他说如果能帮他带来一些更好的东西 我肯定也愿意对吧 对吧 所以呢你看 我同意 同意 那我就 以后我希望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了 支持一下 这种如果我拍中去 有人发了 那肯定会有骂我的 是吧 又看我不爽的 肯定又有会说我好的 啊 我希望大家这个 呃觉得我 觉得不行啊 大家嘴下流行 觉得起码支持一下 因为我们真的你看 真没记什么代言 什么什么代言什么的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够资格是吧 我觉得就是普通的普通的小孩 呃 东风 东神吧 我也不知道哪个 反正是 多产 多产 八九万块钱的车 人家 要是几十万的车 他也找不上我们 几十万找我们我也不愿意 太贵了 我们看这个车它又便宜 性能又好 我们就接了 行吧 你们这样想 我们直接接了 就接了呗 就接了 其实以前啊 我遇到这种东西 我遇到这种东西 我这边店开业 想给你出厂一下 给个出厂位 我看 我直接说考虑都不好虑的 但是这个当时我就接了 我直接说我考虑一下 啊 毕竟他也是国货 那也可以支持一下 是吧兄弟们 啊现在好清楚 现在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啊刚才我一直都没听不清你说 您说什么 现在听得好啊 对刚才一直听不清 管 好现在能听清楚 兄弟们能听清楚了吗 古天老老老老老师啊 这个 我们这里都讯不好啊 啊信号不好啊 信信号不好啊 啊 这个信号 对我们这边信号还可以 那我就那个啊 啊古天老老师 这个我只是想讲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电影啊 本身我们以这个电影来看 真的非常好看啊 兄弟们也很震撼 对 真的这个细节 你想想十年用 花了十年的时间去拍一部这个电影 对你想想 不管是细节方面 还是剧情方面啊 就是细微的一些东西都是特别的 牛 牛 对对对 所以我最近知道 最近知道很多 他讲到他的时候还是去看 对对对 跟他们看完之后跟他们 跟他跟他们说 你看看我们做的不是做了十年 一定要坚持 一定要努力才能做到的 所以他们那时候 还是看完之后很开心的 说啊哇 好像他们穿那个鸡甲啊 很好看啊 你要 所以如果 你妈妈就跟他说 如果你讲到之后你想 完成一个梦想就是 好像我们一样一定要坚持下去 对对对对 所以真的梦想 要坚持 这个梦想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太了不起了 能拍出我们国产的这么 这么牛的电影也太了不起了 就那么 科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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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的外国啊 他们可能两年三一年 拍一部科幻片 我们是十年 十年拍一部科幻片 嗯 因为他们做一个 他们做一部科幻片是 全球很多公司 帮他们一起做的 啊对对 对这我知道 对啊 所以我们只有一点 就是我 我不承认下去帮我们做 我觉得慢慢做吧 起码中间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自己做完全就是我们自己 国家的团队 没有日 没有任何外国的团队 外国人拍 需要很多各个国家的精英啊 一起去拍的电影 但是我们 古林老师这部电影 明日战季 救他 救我们国产 完完全全国产 没有一个科幻电影 外国人呃 外国团队过来 对 科幻大片 科幻大片 我刷了一遍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 我早就刷第二遍了 对 我就是 刷第二遍一定要去IMAX看 啊 那肯定去去去去什么 去那个那个电影 啊 IMA 啊 对对对 我还没秀呢 啊 对啊 我就看了一些细节 我就看了 我就做最前面第一位 看很多细节 那个 古天道老师 还有那个明日战季二吗 有 如果你们多多支持我 因为最 我现在看到可能 播放有两个星期看到这个口碑啊 这个 所有的观众啊 给我的故事推荐 你不是 所以现在比较 这个飘风慢慢好起来 所以希望你们能多多支持 明日战季二的 如果飘风好 一定要明日战季二的 必须支持 兄弟马上就支持 那个 古人老师 因为我跟你年线 我卖不了你的电影票 我就不打扰您了 也 咱们就是 呃就是不打扰您休息